据报道 近期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母在中东地区火力全开 连续触动了大批战机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目标进行了地毯式空袭 而航母的到来也使得美军及其盟友的底气大增 以色列更是触动了上百架战机发动大规模空袭 可见美军和动力航母确实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事实上美军也直言不讳 表示杜鲁门号航母的到来使得美国盟友不再担心 坚定了和美军站在一起的信心 美军一共拥有11艘核动力航母 包括10艘尼米兹级和一艘福特级核动力航母 排水量全部超过10万吨 以尼米兹级航母为例 该航母在平时可以搭载48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12架笑着电子战飞机 4架先进鹰引固定翼预警机 此外还有大批舰载直升机 在战时可视情况搭载近百架战机 堪称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航母 每当美军对外发动战争时 航母总是冲在最前线发动进攻 堪称是美国海权的核心象征 除了美国航母本身搭载的战机外 航母战斗群的护航舰艇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大批宙斯盾战舰除了能够提供严密的防空保护外 还能发射战斗巡航导弹对地进行打击 可以说 击沉一艘航母可以说是最困难的海战任务了 但是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 虽然这项任务难度极高 但依然有两个国家能够完成 首先是俄罗斯 俄罗斯对于击沉美国航母的研究已经有几十年 从冷战开始就研制了一系列航母杀手武器 最近俄罗斯刚公布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其极高的飞行速度和机动能力是美军航母无法拦截的 除了俄罗斯之外 中国是第二个有能力击沉和动力航母的国家 其中最具威胁性的武器 当属是东风-21D和东风-246防舰弹道导弹 这两款导弹的射程分别是1500和4000公里 正好覆盖了第一和第二导链的范围 由于解决了在海上实时跟踪锁定航母的技术难题 东风-21D和东风-26的实战效果非常突出 并且已经进行了海上实弹打靶测试 而专家认为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 和动力航母都是不可战胜的目标 但是实际上美军航母也有自身的软肋 如果未来爆发冲突的话 击沉美军航母无疑将重创美军的自信心 对其的打击堪比一场心理地震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